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但是第一点过后 如果你有再仔细看盘面 那么今天第一点见到了 你看到一个族群跑出来撑盘 那么当然就是金融股 所以今天盘是虽然留了一个十字线 但是以结构上面来看 那么这几天台股跌破季线之后 我相信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 整个电子股的压力 它当然是越来越大 那么今天台股盘中跌破8900点 第一点过后直接往上拉 如果你问我 今天多方有没有抵抗 大家记不记得我之前在讲 整个台股三角受炼 有一些喇叭型的整理 那么高点一旦有过 第一点它就会破 所以用技术形态上面来看 之前的第一点在哪里 这个数字还蛮妙的 它是写8885 就是帮帮帮我嘛 那么请你帮帮我 这个颈线 今天看起来是暂时守住了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用结构来看 那么今天的结构其实是非常不漂亮的 因为 虽然大盘今天小跌17点作收 暂时守稳了8900点 但是今天金融大涨 但是今天金融大涨 运输类股当然不用讲 有的运输类股根本就是长期趴在地板上 那么今天涨停板 我认为也只是跌升板弹而已 对不对 那主将当然是电子股 所以当电子股再跌的时候 即使你拉金融股来撑盘 台股的颈线保卫战 主将扶不起来 我们说蜀中吴大将 料化作先锋 那么如果是由料化金融股来撑盘 那我认为这个盘再怎么撑也没多久 所以回到最基础的 我说这波台股在走空的过程里面 当然所有的空头都是由多头演化而来的 所有的多头也是由空头演化而来的 这是一个循循相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所以当之前台股站上9000点 涨到9200涨到9400 那么你光看指数 你当然会认为这是一个多头 可是如果你把结构拆开来看 你会很难去相信自己的眼睛 怎么那么多的股票盘头破底盘头再破底 所以我常常讲说 如果指数会让你有迷失 你要把指数给丢开来看 就好像今天台股小跌 你会认为说 哇 颈线保卫站没事了 但是你一看结构 今天涨金融股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的股票继续破底 对不对 所以我之前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说 伟大的投机家 安德烈克斯托兰宁 当他起家的那一天 他是选择放空的 用放空这个避险的动作 去累积自己未来做多的财富 所以我之前讲过台股大概在这个位置 如果接下来还有这一段阻碟段 你问我现在第一点到了没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我之前在台股起跌第一天的时候 11月9号当天 周三之前反弹 对不对 结果完全印证 反弹到礼拜三 早上10点之前建高点 后面川普当选 双一声下来 我当天就讲 这个是千点行情 起跌的第一天 当然隔一天大反弹 所有人都认为说 哇 徐老师你应该看错了 对不对 川普当选没什么事啊 你看美股还大涨 可是当你反弹到季线的时候 你舍不得卖 我相信今天你会很痛苦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事情不是看指数决定 我几乎所有的分析 我都按照结构来决定 如果现在是多头结构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 今天拉回颈线 你就是大买特买 未来还会再创新高 可是如果它是一个空头结构 涨到9200 涨到9300 9400 这次以后涨到9500 9800 对我来讲都一样 涨台积电 涨大力光你赚不到钱 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多头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很清楚的告诉你 11月初的时候 我们特别告诉你说 上升其形它一旦跌破 回到其长点只是低消 所以现在你回过头来看 上个礼拜它是不是正式跌破做确认 对不对 而且做带量的动作 所以一旦带量做确认 这个位置就已经确认了嘛 他说徐老师 那个时候万点跌下来这根长黑 后面还有挣扎好几个礼拜才下来 我说对啊 他如果挣扎好几个礼拜那恭喜你 你的股票还有机会逃命 但是他如果没有是直接下来 那么你连想逃都没有办法 不是吗 所以这个礼拜关盘的重点 当然是在于说 现在8900点这个颈线 它怎么守 正如同我们之前在讲说 如果台股再上9000点 它是一个多头结构 它应该是补量 比价 高价股往上冲锋 对不对 可是当7月18号 你看到我讲这个话 我说 很糟糕啊 台股站上9000点 现在梦一场嘛 站上9000点7月18号 到这两天灌破9000点 刚好行程头部 很多的中小型股 就开始仰套杀了 不是吗 涨到9200 涨到9399点这一天 我当时我还特别告诉你 来到大型的上升轨道的上缘 跟三角收敛的上缘 千万不要追价 因为这个地方 多方赢了就算了 但是多方一旦突破失败 假突破就是真拉回 所以当时我们按照计划 布局第二波的空单 高价股 不是当天才多杀多 指数创新高 高价股多杀多 也不是第一天 所以你今天看到我们 为什么空单可以再传捷报 原因无他 这本来就是一个空头结构 不是吗 所以当然 当台股创新高拉回的时候 很多人告诉你 每一次台股跌破季线 就会反弹 跌破季线就会反弹 我说对 因为季线再往上走 你尊重他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这次是一二三 第四次跌破 所以第四次跌破的逃命 你要把握 结果 那个时候我们预告 礼拜三之前建高点 结果真的是礼拜三 就建高点 当天川普大胜嘛 亚洲直接变脸 虽然隔一天 有反弹到季线 但是我说过了 这个叫米粉行情 有人吃米粉 这个化修嘛 对吧 季线反压 弱势股你把握逃命 空单准备再进场 不是已经进场 是再进场 这是补完再空补完再空 这个叫再进场 这个时候爆出大量 我问你一个问题嘛 季线换手 谁在买谁在卖 事后证明 外资拼命卖 对不对 所以上个礼拜 台股掉下来 每次杀都取量 杀都取量 你不觉得很恐怖吗 就包含今天 杀也是取量 所以你现在一定想问我 徐老师 这个盘会不会 直接就这样下来了 我可以很坦白告诉你 我不是省 我不知道 该反弹我让你走 你已经有走了 那恭喜你了 那如果他有反弹 那你要把握空点哦 但是如果没有直接下来 那么就符合预期 为什么 因为今天护盘的重心在哪里 在金融嘛 拉金融就代表 现在在出电子 不是吗 金融可以大涨 代表电子股是大跌 因为今天指数是跌的 对不对 所以你问我怎么看 不管他反弹 或者是直接下来 都是向下看 从这一波9399点 跌到今天最低点 刚好520 520对你来讲 你有什么感觉 如果你认为 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对 那你现在就应该行动了 而不是等到真的千点行情启动 那今天早上我一个会员问我一个 蛮好玩的问题 他说薛老师 你看千点行情往下 好我们从9392点起算 到今天低点跌500点了 再跌也才500点 那我就跟我的会员讲一句话 我说 会跌2000点的行情 是从跌500点开端 我再讲一次哦 会跌2000点的行情 是从跌500点开端 但是一旦跌到市场上众望所归的位置 比如说9000啊 季线 半年线 年线 对不对 上升区域线 这些线如果统统都来了 那你能不能保证 来到半年线就直跌反弹 来到年线就直跌反弹 来到十年线就直跌反弹 然后如果台股有反弹 你的个股一定弹得起来吗 所以你要去想的问题是 现在如果500点它只是热身 然后个股轮动轮跌 轮动轮跌 轮动轮跌 你永远猜不到低点 但是你每猜一次低点 你就受伤一次 我这样讲应该不过分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也认同 这个叫带量破线 现在跟你讲季线老师通通不敢讲了 因为季线往下弯了嘛 对不对 那如果按照多头的理论 站上季线就可以涨三个月 那我反问嘛 现在跌破季线要不要跌三个月 如果是 那表示你未来还有三个月可以做空 这些只是刚热身 学校之后我再告诉你 你要空什么样的标的 会让你赚最快 价差最大 卸下之后 我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更拿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更拿头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更拿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不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地震真可怕 地震别害怕 看我的防震宝典 防震宝典 平时应固定家中电器及家具 规划避难逃生路线 与家人约定联络方式 准备紧急避难包 那地震是怎么办 保持冷静 立即趴下 掩护 稳住抓住脱脚 记得哦 保护头颈部最重要 来 回到现场 讲一讲操作的手法 做空的投资朋友 尤其是新加入的团队成员 永远要记住一件事情 不可能当当股票 都像热身这样子 利益空出来直接跌个八成九成 所以做空 请你回归到最原始的 做空就是化整为零 没想要赚一倍 先把目标定在15% 20% 一档 一档赚 集叠集杀先补 反弹上来再空 集叠集杀再补 反弹上来再空 从我7月18号看空 我们末日围城 紧急空军招期令 直接发出去 你跟着我做空 到11月11号光棍节 空单是281% 高价俱乐部是153块 今天给你update他一下 空单是293% 高价股价差俱乐部 多了一档 抗有55块加上去 208块钱价差 不用多啦 就五档股票而已 我有所有的高价股都毛起来告诉你 我每档都有空吗 加起来哇赚四五百块钱 没有嘛 对不对 我是告诉你 我是一档一档空下来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先空的一定是中小型股 因为这一波中小型股是在7月18号 早就转弱了 不是今天 你说许老师 7月18号跌到今天 他还会再跌哦 相信我 跌完五成还有五成 不要去拆低点 我不知道低点在哪里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 还没跌完 不要去拆低点 10月11号你踢进去了 当断你折断 当空你进场空 没问题了 上跪指数三尊头 做确认 现在是在做最后的逃命 所以你要瞄准 内支跟投信的弃羊骨 我举个例子来讲 内支的弃羊骨 之前红森啊 15块3毛5 直接涨到61块半 对不对 那我说内支在撤退了 你小心 你说许老师看起来那么飙 怎么可能会要小心 你一不小心 直接掉下来 那是做多赢还是做空赢 除非你很神啊 你卖在这里 要不然你应该是 做这一档做小型股 没什么能赚钱嘛 反正套牢有份 我很清楚啊 因为我新技台会有 或多少多少都有这一档股票 现在呢 小心哦 我空完四次 我现在空第五次 空第六次 空第七次 只要股票还会跌 我在空盟利的时候 超级大利多 对不对 订单满手 结果呢 我空完之后再空42块半 上个礼拜我全部回补了 21% 15% 20% 15% 20% 就做一个了结 有机会空回来 我就再空 高档转弱的很多啊 红硕转弱第一次 38块我空 掉下来18% 短短几天18% 用融资还得了 对不对 我补完之后有反弹 爆量 假突破 我就再空 后面破 颈线 来 红硕 小心哦 爆完大量之后 这样子 一旦破颈线 小心怎么上去 下一句话 你自己接 因为我们 现在我告诉你 空的原则都是 高档转弱的 利多爆量的筹码 已经混乱掉的 那你说需要 只有报纸找不到利空啊 对 这种股票最恐怖 唐有 来 今天破 今天还有利多耶 我等一下印证给你看 5264F凯生 我当时讲 175赶快走 你不走 你后面才看到利空在这里了 100块没了 很多啦 多如牛毛 不胜美举 所以我说高档一旦转弱 你想都不用想就先空 先空 6230操纵 来 之前我空在这里 现在回头看是天价 对不对 它是空在这边嘛 对不对 所以高档转弱的 你先 我们讲一句白话一点的 即使我知道的东西 没有写在报道媒体上面 我也不能告诉你 但是我知道你可以先做动作 你可以先做动作 3293心象 你先做动作 后面88块钱加差 所以 只要是这种高档爆量力多在破线的 法人气氧准备多差多的 融资在高档的都满几张的 你空它 你空它 这一档散热的股票 按照纪律 我们进场空 进场空 你已经确认了嘛 头部一旦确认 后面它不是盘 它就是跌 那当然有多单的投资朋友 请你避开 请你避开 来 因为 我们在讲空的过程里面 通常 你得等到 哇 报纸开始大篇幅跟你写了 现在又传出雪上加霜了 对不对 川普要对科技业动手 叫他们回美国 那现在又传出 苹果要去砍供应链的单 他们的价格 哇 它怎么利空出不完 做多就告诉你 哇 现在在利空彻底 台股都用破线线了 它在利空彻底 小心利空出不完 小心 该小心的你小心 高价骨轮动破底 我不是第一天讲 我也不会最后一天讲 因为还没跌完 我还没跌完 上次我提醒你 高价骨为什么多杀多 中食物看不好 法人看不好 基本面往下 当然会多杀多 当然会多杀多 然后呢 每一次都这样 你看融资又创新高 屡市不爽 谁说台股没有融资 台股有很多融资 破九千点在摊平股票的一堆 对不对 那你认为我讲保守我讲空 是保护到他们还是害他们 如果你听得进去 两个月前你听得进去 一个月前你听得进去 你今天不用忍受一档股票 破底再破底 破底再破底 利空满天飞 在测试你的信心 何必勒 我不要是想 如果真的那么简单 逢低就可以买 那不会有穷人 不会有人输钱 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 底在哪里 我在空心向 宝可梦利多满天飞 对不对 游戏概念股夯得很 那为什么可以赚八十八块钱 我在空茂莲 Tesla后面有利多啊 不是吗 那为什么空可以赚钱 答案很明显吗 空投市场才会有这种走势 不是吗 超重三十块 我还补着了 你看 货源 虽然我这边少帮你们赚了 但是我有帮你讨回来 不是吗 只要股票还会跌就可以空 广华 我空108嘛 上个礼拜三收割11块钱 所以我今天也要告诉你 上个礼拜我没有预告的 因为这档股票我开拍完不久 你就看到我今天做动作了 布局 收割 布局在收割嘛 这是我在11月4号 送给大家的新礼物 F康友 对 我说高档破线 假突破 后面争拉回 百元价差 11月4号 进场空四百四 11月7号 台股大涨 他逆四破线 上个礼拜直接破底398 你知道吗 今天再破底385块钱 这是我们早上的call讯 来 6452F康友 空单在385块钱附近 市价获利 为补一半 累积55块钱价差 公贺会员 先获利落在一半 你空两张也好 你空四张也好 你空十张也好 先补一半 有钱就是胆嘛 对不对 你看 又一挡了 徐老师你说百元价差耶 我 心向转三趟我也分批做啊 我也不是一口气就吃88块钱价差 戴口袋嘛 对不对 所以有的是机会来回做价差的时候 是可以提高你的获利率的 那我就尽量做 6452F康友 补完之后不小心他翻红 那你有多单的 请把握 请把握 高档破线了很多啊 美律 利多满天飞 三喜再临门 为什么破季线 为什么今天 创 短波段新低 那去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空会赚钱 为什么利多会涨不动 法人会不会开始弃养 所以有些高档已经转弱的 很明显的我今天告诉你 有一档平概股 是我们上个礼拜预告的 这一档 小心哦 也是假突破现行 按照纪律 就是进场空 我觉得进场空 因为这一波 会有越来越多的股票 走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好好的跟上 这一波的行情 千点行情 正式启动了 任何的反弹 接空点 接卖点 出轨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更大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收台风影响 各地天气不稳 提醒民众请勿务 台风天就是要冲浪 台风天就是要冲浪 还是大家在最好 好 我要出发了 请勿务 打赏 转发